大家好,分享两条新闻 金永大推出了学校2021,事情有了反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经典系列韩剧《学校2020》改为了《学校2021》至今没有开拍,却出现了许多负面消息 最新事件为金永大从学校2021下车 KBS电视台官方立场,金永大所属的金融公司没有与制作组商业的情况下 突然表明了退出一项,制作方与KBS都并未同意过金永大退出,就出现了下车的新闻 还出现了将出演其他剧的消息,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之后会告知最终的结果 随后金永大的所属的经纪公司出面反驳,让局势出现了大反转的情况 所属的经纪公司表示已经尽最大的努力配合,却出现了各种解决不了的问题 制作方不按时履行合约,不按时间拍摄,一拖再拖 制作方内部事情不断,还拖欠员工工资与办公室租金 问题接连不断,而且也不付签约金 这期间金永大也放弃了许多作品的邀约 至今等了一年多还没有开拍,所以公司才会多次要求解约 学校2020改为了学校2021,在制作上的确一直拖延拍摄行程 到金永大提出解约前,事实上已经是一年三个月都一直就没有开拍 其实这对金永大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韩国偶像收入来源公开,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每次看到韩国偶像的穿搭行头,或是偶像的豪宅 都会想说是不是很好赚这个钱 其实韩国偶像收入来源真的没有想象的高 只有少数人可以赚的多 更多的是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难 专辑、演唱会,还要被经纪公司抽成 那赚最多的是什么呢? 专辑、演唱会赚的其实都不多 一般都会以为韩国偶像收入当然是专辑、演唱会为主 但其实专辑、演唱会达到可以赚钱还是要看咖位 基本上都要像防弹少年团、TWINS、BLACKPINK这种天团等级的 但就连这些天团其实往往也无法保证专辑卖出量 更别提近年来因为疫情关系根本无法举办大型的演唱会 不过其实专辑、演唱会没办法赚钱的原因 根本就是经纪公司的抽成 以少女时代SUPER JUNIOR EXO ESPRA的经纪公司SMI来说 在专辑实体销售、专辑后续销售公司都要拿90%的抽成 只有海外活动中心公司抽成30% 所以SM娱乐的艺人在出道初期收入真的是很难维持 防弹的经纪公司还有BLACKPINK、TWINS的经纪公司都是以艺人比较多去抽成 但即使如此刚出道面临人气不足 无法确保专辑演唱会门标卖出的情况 还要扣除专辑制作演唱会成本还是没办法赚到钱 对韩国偶像来说真正可以赚到钱的是什么呢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赚最多的其实是广告代言 一般来说广告不仅传播效果大 也可以提高知名度 像是秀制、IO等出道初期 其实都是透过大量的广告代言 为公司以及自己大赚一笔 除了基本的顶级明星之外 广告商其实也喜欢签一些信任偶像 特别像是一些美妆品牌、运动服饰等 除了与受众群有关 用新人不仅可以提高话题 也可以压低签约金 对艺人及公司广告商来说都是双赢 不过近年来韩国演艺圈深陷丑闻连环报 不少广告商都在考虑在签约时 要增加赔偿的条款 避免签约以后艺人出现丑闻 代言被迫切割引发损失的问题 合约内容公开后 不少网友反映真的应该这么做 避免签约后出现争议 另外像韩剧开拍主演却出事 导致下车、换人重拍的情况 网友也赞同制作方可以向经纪公司 要求赔偿合理的金额 像是因为演员金蜘蛛下车 韩剧《月生之江》重拍95%的戏份 目前制作组也已经向金蜘蛛的经纪公司 提出了30亿韩元的损害赔偿诉讼 另外还有很多公演是根据活动的规模考虑 其实不一定能赚钱 像是校园、军队公演 一般都是以提高国民认知度 或稳定人气来为主 这类活动其实赚的都不多 如果遇到大学校庆祭 那基本上只能没日没夜的赶场 吃力不讨好 如果公司想推一些刚出道还没有知名度的新人团体 也会让艺人免费出演这类活动的公演活动达到宣传的效果 而品牌的商演活动含金量则比较高 也可以透过活动认识到一些品牌方 对之后接代言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的确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再分享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在韩国的葬礼上为什么要吃辣牛肉汤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呢 很多韩国人都喜欢吃辣牛肉汤 在寒冷的冬天吃一碗热腾腾辣乎乎的牛肉汤 会让人全身温暖 尤其出现葬礼仪式上 经常会见到辣牛肉汤的影子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便以保存能够行酒 背景要追溯到很久以前 韩国人有种强烈的观念 即使不参加婚礼也要参加葬礼 虽然那时候没有殡仪馆 但是如果有人去世就会举行葬礼 办丧事的人家会准备各种食物 来感谢前来吊艳的人们 一方面因为很多人远道而来十分辛苦 另一方面象征着逝去之人的分享品格 虽然现在通常葬礼只持续三天 但是以前葬礼会持续五天 甚至七天 那时候又没有冰箱冰柜 食物很容易变质 而因此盐分多便于保存的 辣牛肉汤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食物 当然大酱汤泡菜汤 食物也可以用来招待前来吊艳的客人 但是和牛肉汤比起来营养不够丰富 不能够更好地补充本就伤心至极的人的体力 另外韩国人在葬礼仪式上大多饮酒缅怀故人 辣牛肉汤作为醒酒汤就是非常的合适 另外在韩国红色通常被认为是能够驱赶妖魔鬼怪 阻挡厄运的颜色 而牛肉汤正好是红色的 这样可以用来驱赶妖魔鬼怪阻挡厄运 因此拿牛肉汤来招待客人 据说以前并不是用牛肉汤来招待前来吊艳的人 而是用狗肉汤来招待 迷信的来说 因为狗是能够驱赶鬼怪的动物 同时也能成为王者路上的同伴 但是用狗肉做的汤有些人并不喜欢 于是就变成了用牛肉来代替 同时为了驱鬼 在牛肉汤里加入红色的辣椒粉 另外一方面还是方便快捷 八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医院内葬礼场殡仪馆制度变得专业化 还有专门葬礼场的出现 葬礼场食堂也随之诞生 为了迅速快捷的应对 多人前来用餐的情况 便挑选了容易烹饪 好保存又适合韩国人口味的辣牛肉汤 作为葬礼场的主要食物选择 另外通常会共餐简单 一碗汤一碗米饭几个韩式小菜 就可以了 另外在韩国参加葬礼 还有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了解一下 前去吊咽时要穿深色系的服饰 不可以光脚 准备吊咽金的时候 要注意使用白色的信封 金额为单数 但十万韩元除外 一般都要准备十三万 十五万 十七万 这样准备钱 如果给故人上香 右手持香 左手拖着 用蜡烛点燃 不可以用嘴来吹灭香火 而是轻轻的摇灭 或者左手轻轻的山西 忌讳谈故人是非 或者议论死亡的原因 饮酒禁止干杯 不易大声喧唤 这些注意点要注意一下 如果要在韩国参加葬礼的话 这些点一定要注意 这是葬季礼的礼仪 参加葬礼的礼仪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小知识 谢谢 谢谢